打开来,一样跟资料夹上面显示的那个档案有点类似 文字与资料函数 你就找对应的那个档案名称 反正我就这个 那里面的话就会有一个这个的程式 你就打开来 那里面就是由我刚刚写的东西 我刚刚讲的 有讲到的 有些可能没有讲到的 你们自己再练习一下 这边比如说切前面的这个名称 他的有性无然后性别是男生就无先生 那其实就是Labs加上逻辑 这个可以自己练习一下 另外的话刚刚的那个test这个 就这一段 所以如果你刚刚打公式打错了 Ctrl C贴上 这个Ctrl C 然后Ctrl V的话 就是这一串 这一串如果你把它贴上去 理论上都应该一模一样 把它打个勾 应该可以walk 把它向下填满 OK就是可以服 如果错 不用你有错 怎么办 你刚刚两边比对一下 看错在哪边 应该也可以找到答案 那再来的话 我们后面还会再顺便讲一下 为什么需要讲那个test这个函数这么重要 这边就有个刚好几年次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要抓这个会员之后 试料里面的 比如说我要抓某一个range的年龄层的人 做一些问卷调查 OK 可是我要先知道 年龄层大概是七年级生或六年级生 他们的使用习惯不同 那我要抓这个range的客群出来 可是问题来 你要先怎么样 你要先把几年次 假设我没有这个栏位 如果要做枢纽分析表 你要枢纽分析 你要有那个栏位 否则你怎么枢纽分析 对不对 所以呢 当然有生日 可是生日不代表 生日里面还有年月日 可是我只要年啊 你不能说我年月日 给他 他就不理你 他就一定做错 你要先把某一个栏位不存在 你要让他产生 你才有办法给枢纽分析表 帮你去做报表 OK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但是假设我今天呢 希望有一个栏位 叫几年次好了 OK 那几年次的话呢 当然我必须从这边去抓 我习惯是把这边用刷子 把这个刷过来 然后多一个栏位 OK 然后这边的话 就把这个格抓过来 那当你直觉想说 插入函数 我要前两个字就好 70 对 那你想说用left 对不对 left的吗 文字 这个文字给他 那几个字呢 number trust 几个字呢 两个字 然后按个确定 你想说 这很简单嘛 向下填满 可是你想说 怪了 什么怪了 明明他这边看到的是70 怎么这边被29 OK 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呢 其实问题就出在你表面上看到的 跟实际上看到的 有落差 有落差 也就是说在Excel里面 他一个年月日 基本上他表面上看到的是只有三个资料 但实际上他背后里面只有一个资料 什么资料呢 就是跟1900年1月1号相差几天 的意思啦 相差两万 九千八百四十六天 可是问题 为什么看到这个 因为他经过格式 他表面有帮你弄了格式 让你看起来知道年月日多少 所以呢 表面上看到跟实际上不同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到 如果你希望表面上看到的也能够跟实际上一样的话 你就要想到Test函数 OK 所以如果你将来 假如你看到的东西 用那个切函数 切出来结果 错误的话 那怎么做 第一个你想到Test函数 第二个的话呢 怎么使用Test函数 有一个标准的SOP 我先把这个先删掉了 那一 你先把这个的格式找出 因为我们将来插入那个 那个什么Test函数 最近使用过这个Test函数 他会跟我要一个Format Test 可是Format Test 我怎么知道是什么 其实特别说 这个Format Test 就是这个按右键 储存格式 里面的 特别说 关键地方 制定的这一串东西 也就是 你把这一串东西 复制一下 反正不管什么 所以你可以 在 记那个固定SOP1 先把你要切割的资料 的格式 制定里面的东西 先复制一下 Step1 好 二的话呢 再到这边插入那个 Test函数 然后把刚刚这个复制的格式 直接就贴到 Format Test 并且前后加双以后 先加双以后 把它贴上 就OK了 再来跟它讲 Value就是这个 一样嘛 过来 那本来是29846 对不对 它就经过Test之后 就真的帮你把它转换成文字了 OK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就真的变成文字了 这个是假的 这个变真的 OK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以后 Test太重要了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 常问我 老师为什么怎么切都不行呢 好像感觉就是 就是感觉很虚的感觉 就是 真的 因为它比较 这个是假的 这是真的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如果你已经变真的之后的话 你再把这一个 用Labs去剪 看看 比如我把它公式剪下来 再插入刚刚的Labs 把它放在Test里面 切几个 切两个字 按确定 有没有 70 OK呢 向下填满 全部OK了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就全部OK了 所以这个方法 非常重要 OK 另外的话 再来的话 我们可以再做什么呢 做比如说我要筛选 比如说我留下什么 假如说 我想要查 做分析 那我可以怎么样 留下 留下可能上面 这两列可能要拿 因为这两列 因为理论上我们这两列 工作资料里面是不会有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删掉之后的话 再利用什么 资料里面的 不知道各位用过筛选 筛选里面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利用什么呢 把它留下那个七年级生的 所以七年级生应该什么 应该是介余吧 对不对 不过你会发现一个 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为什么这边出现是文字筛选 有没有 文字筛选 那它如果要能够判断是七年级生的话 应该是 应该是大于 应该是大于等于70 而且要小于80吧 OK 70到79 可是问题 它现在是文字 那文字要怎么筛 文字就有问题了 所以 开始于7 开始 开始也可以 开始于7 因为它是文字 开始 我看一下 开始 开始于7 是不是 这样按个确定 7的部分 也留下来 不过我跟各位讲 虽然这样可以 但是这样不太好 因为其实 这只是 因为它本来就是 你应该用数字 来处理 而不是说 你现在用另外一个方法 虽然答案应该是OK的 可是 这毕竟是取巧的 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在你筛选之前 先把这里面的资料 变成数字吧 OK 可是问题来了 现在因为Labs 跟Labs 它是一个文字函数 所以切完之后 一定也是文字 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 该如何把它变成数字呢 这个时候 我就讲过 如果你平常 有在学习 就是有认真 在把每一个函数 一个一个去点开来看的话 你应该就知道里面哪一个函数可以做到 把文字转成数字 不过呢 它的位置刚好怎么样 在最后一个 OK 有没有看到 将文字资料转换为数字资料 OK 有没有就这个 所以如果最后一个 如果你要筛选7年级生 而且用数字筛选 不是取巧用文字 那你应该利用它 那怎么做 很简单 剪下来 再放到那个Values 最后一个这个 Values把它贴到这里面来 你会发现 双引号 变没有双引号了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文字跟数字是不一样的东西 结果你用Viru函数一查 奇怪老师看到 怎么都一样 为什么我都查查不出来呢 他就一直在那边转 一直一直 我说你格式 你的那个表面上看到是数字 可是它其实是文 它是文字哦 他说没有啊 明明就是数字啊 怎么会是文字 有的要照妖镜 有的要看 那其实另外一点 你看对齐方式就知道 如果是靠左对齐 它是文字 如果你靠右对齐 它就是数字哦 我自己这个跟着看哦 刚刚这个靠左对不对哦 你如果用Value啊 把它转过了 转完之后 它应该就会是数字 对不对 它按确定 马上会有个不一样的点 有没有发现 它靠右对齐 对不对哦 那你把它向下填满 它就全部靠右对齐 虽然看起来 说真的啊 你不仔细讲啊 谁会知道 但这些都是关键的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问我的问题 都跟这个有关系啊 因为你根本搞不清楚 文字跟数字之间的这个转换 OK 以后学程式也这样 程式也很重要 是一个资料心态 如果你知道形态给错了 答案也会不对 OK 也会有bug OK 所以慢慢我们可以渐进的来 OK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 两个 三个 哇 所以在Esser里面很常见啊 就很多层的 但每一个每一个都关键哦 尤其是这个Texter 这个Texter SOP记得啊 这个先把里面东西放过来转 再用Letter 再用Value 然后最后的话呢 才能筛选 筛选按错 筛选放这边 筛选 这个时候你点击它 它就变成数字筛选 有没有 数字筛选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找到戒鱼 有没有 你就可以找尼奥罗之外 这样是保证不会错了 虽然刚刚那个方法也可以啦 可是我是不建议啦 因为 什么时候发生状况 你不知道 我们尽量还是稳扎稳打 而且要是真的理解 而不是说好像 就是只是 急就张的 OK 这样以后也一劳永逸啊 也不会说之后给人家资料 最后回来跟你讲说资料有错误 OK 为什么错 因为你根本没有转换格式 我们还是走一劳永逸路线 OK 所以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一 我们先用Texter 先把 记得要先这边先 出这边格式 切到自定 这个很重要 自定这个 复制到Format Text里面 然后做什么呢 就是再把这个Format Text里面 这边给资料 然后转换过来 再用Labs 再用Value 最后再筛选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Texter函数啦 因为 说真的工作里面 有很多 都是 这种细节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那你一定会发生很多错误 那你一定会觉得奇怪 我明明没有做错啊 为什么给我的结果 却是不对的 或者我却找不到 我要的资料呢 OK 所以这些都要注意 那个细节问题 如果这些细节 你都能够 掌握得很好的话 那以后在工作上 我想应该 很多时候你 枢纽分析表啦 或者是用Value函数查询啦 应该会更加流畅 就没什么问题了 你要什么 看到 你取不出来 没关系 Texter就好了 所以Texter有点像是一个 感觉是一个照妖镜的一个函数吧 OK 马上现出原型 然后呢 让你可以取得你要的资料的部分 OK 但是因为它是转成文字 所以最后你还是 如果它是要变成数字 你要再借由Value 再把它转型 好